地下 地上 空中 以及太空中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庞杂而巨大的系统 由于几千年的发展 在这个我们熟悉的空间里 人类制定的无数规则 使如此复杂的系统得以有序的改革 而对我们人类来说 我们是否想过 人本身也是一个系统 甚至其复杂程度远超广的想象和控制 任何由两个元素组成的就成为一个系统 但是我们人体呢 有几亿个脑细胞 有无数个这种分子 那么它一定是个巨大的一个系统 在这个复杂巨系统中 有很多秘密是我们至今依然无法破解 但它又真实存在 令我们痛苦 悲伤甚至愉悦 这就是与医学发展 相伴相随的人体之谜 疼痛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席卷全球的大事件 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世界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人们 用追求痛苦的方式集体狂欢了一把 2014年 活动异常成功 全款数达到1.15亿美元 零度的自己并没有使人却步 本来是痛苦的 人却把它变成了娱乐的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 痛苦和快乐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 那么冰是应该让我们痛苦还是快乐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准备做一个小实验 我们知道人舒适的温度 十七八度到二十度左右的 太高了我们会觉得热 太低了我们就会点冷 太再低以后 比较五度以下到零度结冰的时候 那是一种寒冷的刺 在大多数数据中 人体在零摄氏度以下 只能坚持几分钟 时间长短 取决于人体差异 但是很奇怪的是 2008年 一个荷兰人 在装有大量冰块的容器中 半裸坚持了72分钟 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 这个人叫 威姆霍夫 绰号冰人 紧接着 一个中国人 王金图 也在一个冰桶里 待了90分钟 竟然也奇迹生还 再接着 据说冰人霍夫 听说了这个新记录后 再次准备 打破老王的记录 这样为后来的故事 不是我们的重点 重点是我们很想知道 到底人类能承受 怎样的低温 低温对人 到底意味着什么 试验是这样的 我们选择了几组人 都是志愿者 就是说人类 成年人 或者是人类 或者是健康人 感知这种冰的能力 耐受冰的能力 每个人有不同 我们给他们准备了 一些冰块 有人说刻意的 我就去锻炼 我们增强 我的耐害能力 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一定要经过 长期的训练 那仍然是有极限的 然后这些志愿者 要把手放在冰块里 好 那这次的冰桶插手实验 第一组都开始了 各位一起把手放进去 我们就开始计时 来 预备开始 我们还没有机会 研究冰人和老王 为什么可以赤裸全身 站在冰里 却毫发无损 感觉的挺刺 自个人的 刚进去以后 先是手指扒了 然后煎出来一会儿以后 感觉整个手指 都温度都加起来了 最后是由于手腕的 太刺痛了 接下来冰桶插手实验 第二组就怎么开始了 来 大家一起把手放进去 我们开始计时 一 二 三 二 看着这几位把手放在冰里 痛苦不堪的表情 证明人体对低温的耐受度 仅此而已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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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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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进去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疼 一 三 一 三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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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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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一组试验的最高纪录是1分38秒 而第二组最高只坚持了1分13秒 根据国外类似的试验数据 这类试验的最高纪录是2分钟至3分钟 其实我们试验的目的并不是要突破纪录 因此对第三组志愿者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最关注的是他们怎么形容冰冻的体验 简单讲就是他们怎么说 刚开始还有点热 然后是冷 然后最后有点发麻 还有点发木 有点发热 然后后来慢慢有点烫 刚放那天说的感觉有点像 怎么说呢 有点针扎的感觉 发木 针扎 凉 四股 即使是今天 人们对这种刺激仍然不能准确描述 那么形容发木 针扎 凉 刺骨 最准确的词应该是什么 所有的刺激 只要突破我们感知那个上限的时候 都会有转发成一个突压的体验 冰也是这样 实际上 人类为了详细描述 并准确定以痛 已经经历了几千年 甚至我们今天的人 却仍然不能说清楚 发生在自己身体里的痛 我去练跆拳道压腿的时候 筋疼 你觉得那种疼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露出来的 要把皮剥掉之后 这个地方 就那疼 牙疼 因为我有虫牙 然后疼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就只能任由它疼 心疼 最伤心的地方 对 那都没法忍受 那就必须发泄出来的 那种感觉 对 对 心都没有要 17世纪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过 疼痛就像快乐一样 是人体各种感觉的一种形式 正因如此 才能解释剧场里的观众 会被台上的人物的苦难感动 当疼痛来时 虽然是实实在在的 但作为普通的人 什么是疼痛 什么是痛苦 什么是刺激 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人对外界的一种刺激的这种适应性 导致了人不断地演化 这种适应性使得人变得无比的复杂 那么疼痛无非是在这个人面对这个刺激的时候 它的一种度量 就是到了一定 这个刺激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感觉疼了 这证明这个刺激的强度大了 2013年11月 一位美国农夫 在南卡罗莱纳州 培育出一种超级辣椒 北吉尼斯却认为 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它的名字叫 卡罗莱纳四神 平均辣度达到220万单位 比井用辣椒喷雾的辣度还高 经我们考察 遗憾的是 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前十位竟然没有中国的品种 而在中国 辣椒作为中国菜中 著名的调味材料 尤其在川菜和香菜中的大量食用 这结果虽然有些意外 但并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辣椒测试 因为我们要证明的 是辣椒对人体意味着什么 而不是哪种辣椒最辣 今天我们给你们准备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些辣椒 像这些就是柿子椒 这些有小辣椒有朝天椒等等 这样你们俩可以先在这柿子椒中 先各挑一个尝一下 这是柿子椒 味道可以记住 有的人喜欢辣 有的人喜欢酸 有的人喜欢甜 在总是对我们的味觉构成了冲击的话 它是有一定 就是说都是 都构成了 都构成了人体的 在一定能耐受的范围内 它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是一种愉快的感觉 然后你们再在这 其他的这个我们给你特意准备的其他类型辣椒 再挑一个 看看你喜欢哪个你挑一个 尝一尝 和刚才那柿子椒感觉怎么样 这个太辣了 刚嚼有点酸味 然后越嚼越辣 越嚼越辣 对 这个挺好 从表情看 蜡的确很刺激 从专业角度讲 愉悦属于个人感受 只有当事者自己才知道 对他们来说 可能刺激和愉悦又是很难分清的 就是开刀吧 有点隐私部位 就是开刀 没打麻药 然后非常疼 所以我觉得 那那肚子有点疼了 咬到手头尖算了 因为真的受不了 都疼哭了 真的比刚才人家体重都烂 窒息 人家里都窒息了 就那种感觉疼的 后边的疼了 特别烂 显然 没有人会把吃辣椒和疼痛 联系起来 我们从科学上讲 辣 作用于人体 幸福辣受体 本身引起的是痛觉之一 叫辣 卓样痛 火烧火了的痛 本质还辣痛 是一样的 不知是国产辣椒确实不辣 还是我们采购的辣椒质量有问题 反正测试效果不理想 这个还有点辣味 这个也挺甜的 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掰开揉碎地讨论疼痛这个话题 既然是疼 人就应该有极限 辣椒对人体的一种刺激 刺激到一定的程度 人最终的表现会成为疼 我们所有的都一样 包括你的这个熬夜 带来精神的压力 最终都会表现疼 如果超级辣的情况下 它本身是一种神经毒性 辣的人 有的人吃得辣的以后 走路到不灵光了 走路到有点东道西外的 最终那来 它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耐熟下了 它对人体造成了另一种杀害性刺激 科学家认为疼痛像快乐一样 当人体神经感受到刺激 但又不会造成伤害时 人的心理会产生错觉 人产生疼痛以后 像激发了一种机制一样 那么人在体内会产生一系列的应对的措施 这个措施呢 包括分泌各种化学的物质 来抑制这个疼痛 来减缓这个疼痛 这个神奇的物质 叫内飞碳 是人体自身产生的一类内源性的 具有类似马飞作用的物质 因此又被称为快感荷尔蒙 那么一旦这个疼痛的刺激消失以后 而我们人体所产生的这种物质并没有消失 这些呢 使人产生一种镇静的 一种感觉到很快感的 一种愉悦的这种物质 所以说有的时候疼完以后 感觉会舒服 显然预设的这个饰演失败了 辣椒并没有下注这几位志愿者 亲亲有味的享受 只能证明一个事实 他们舒服了 同时 这只能说中国饮食文化中 对疼痛的运用 简直登峰造极 就一个人啊 他可能有特殊的习惯 爱好思好长期学校 他就能成熟辣 别人因为神奇疼的辣 他还觉得很过瘾 这种人 但是他不一定对抗别的刺激 他就成熟其他痛的能力强 比如说能吃很大的辣子 他可能吃不住打板子 我打板子他肯定疼得要命 那个人不能吃辣的人 反而打板子 他可能稍微忍耐一点 这是完全可能的 讲疼痛 实际是为了研究怎么止痛 这就像战争中了解对手一样 止痛就是疼痛的对手 以疼至疼啊 好像以毒攻毒啊 这些东西呢 从我们疼痛医学上来讲来 是有一种叫做疼痛的分散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 我感觉到疼的时候呢 在另一个地方 私下另一种刺激 引起一定程度的可能疼痛 以交互一致 这是有可能的 按摩就是这种交互一致 是疼痛分散的医疗技术 应该说这是比较安全的止痛技术 按摩的职业啊 基本上都跟那个疼痛打交道 病人他疼的时候 适当的用意手法 你的手法有可能去超过他的疼 到时候不会加重他的疼 会相反可以缓解他的疼痛 很久以来 人们一直对疼痛认识模糊 甚至默示他 羞于其耻他 而疼痛的历史告诉我们 直到十八世纪 医学界才正确地认识到 疼痛是自然界让我们去避免的 而疼痛的价值 等同于他对生命发展的贡献 也许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了 无论是令人凉爽的冰 还是刺激的蜡 甚至是令人愉悦的按摩 其实当他们超过 人体承受的极限时 都只有一个字来形容 疼痛 疼痛 就算恶劣的情绪能加重疼痛 那就说领域的情绪 它还可能减轻疼痛 这是个普遍规律 甚至我们还知道了 疼痛和情感的关系 密不可分 但是一旦疼 长时间疼的人 非常严重的时候 一定势必会引起人的 情感的改变 我们就说焦虑 抑郁 障碍 这些都改变的时候 反而又加重了疼痛 这种加重了过去自私 一共就疼 可能反映到我们脑子 变成十本的疼痛 的确 我们讨厌疼痛 几千年来 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 抑制它 消除它 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离开它 人作为一个高级的一种高度优化的一个系统 它应该表现出来的自主的形状 这就是人作为一个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优化的这样人 最复杂的系统 那么如果在这个运动员训练当中的这种应用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能接受一次 一次这个复合的这种训练 那么得到充分的休息以后呢 它会产生超量恢复 在超量恢复时期 如果再一次复合的训练 那么我接受这个复合的能力就越来越强 那么这个结果就使得我们运动员变得会运动能力越来越高 越来越强 无法摆脱疼痛的人是绝大多数 但假如一个人没有疼痛 会是怎样的结果 就世界上有邪天性就无痛而死 长不大 到了一定地步 为什么 他得病是 他红移了 高手红移了 我们才知道他有病 看见他一拳一拐的了 才知道他骨折了 肚子里头肠子都烂了 这人突然就是虚脱 如果再这步起来 我们才知道他有病 他缺乏了疼痛的暴击 这种邪天性无痛而 他是活不大 他无不着你治疗 他就没了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蒙田说过 疼痛是降临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不幸 如果想尽办法都不能缓解时 死亡就是最好的解脱方式 显然 蒙田说这样沮丧的话 是在技术落后的16世纪 而今天 医疗技术已经发展了上千年 止痛已经不再是人们不可逾越的技术高度 但在止痛技术的发展中 又有了新的方向 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